高見,上海樓市限購定向放鬆、明報專訊 上海市政府最新出台了一份文件 名為《關於深化人才工作體制機制改革 促進人才創新創業的實施意見》 其中稱,對達到上海市居住正職分標準分 直且繳納個人所得稅達到一定數額 或職工社會保險繳費基數達到一定標準的非護席人員 定向美調住房限購政策就這樣 上海樓市限購政策也隻著創業 吸引人才的名義,草言鬆動坦白說 這個時間點早於預期,算是情理之中 意料之外政策鬆動情理之中 意料之外上輪樓市調控 在中央的要求下,各地出台了樓市限購令 上海也不例外,主要針對名下有多套物業者 以及非本地護席且繳納石保和個人 所得稅時間較短者限購令快速地為樓市降溫 因爲大部分需求都死死地被限制了去年底開始 各地方政府財政策勤建造 先是部分三四線城市曲線夠國偷偷摸摸放鬆限購 在中央的默許之下,此風不斷蔓延 隨著鋼準、鋼飾等一系列寬鬆政策陸續出台 越來越多的城市加入到公開鬆綁限購的行列中 從市場角度看 用戶值、納稅年限、所擁有物業數量之類的條件限制 買樓資格,本身違反公平性原則同時還會嚴重扭曲市場 人為影響行業及宏觀經濟周期 對於樓市長遠健康發展和整體經濟結構調整有害無益從以上兩點看 上海限購政策方開不過是時間問題 故而此次定向未調算得上情理之中然意 那又何來意料之外呢? 部分研究機構最新樓市數據顯示 6月上海樓市成交量同比增幅均超五成要知道 此前上海限購政策並未調整 已然出現了明顯的樓市復甦 限購一旦打開 更多壓抑了更久的需求恐怕會快速釋放 自然也就會推動樓價走高 出現報復性反彈並非危言耸聽其次 雖然此次只是微調限購政策 但上海樓市走向或政策變動具有一定風向標作用 定向放寬限購很可能強化市場 對於樓市政策短期進一步鬆動的預期政策 預期的強化必然引發市場對於價格、工稅等因素 預期的重新構建 也會影響到買賣雙方的決策 或許會出現新的適售狀態一旦樓價出現 更加為持續且明顯的上漲 預期的兌現會使得自我強化效應顯然 進而吸引更多資金流入樓市 加上近期股市連續狂跌 或許會成為一些人重新關注樓市的理由 一旦這種觀點得到多數人的認同 屆時政府要想再扭轉局勢 則會難上加難所以 如果不希望樓價出現快速反彈 那麼在投資性資金分流、房產稅等配套政策完善之前 限購還是應該持續一段時日 哪怕他不合情理作者是內地資深傳媒人 也有盡在哪怕他不合情理成員 最低伏的天賬 工作者在哪怕他不合情理作者 在哪怕他不合情理作者 存在贏品? 一定還可以留在好感情的